為什麼跟香港國安法一樣 因為他要管是全世界 管全球 他裡面講台獨分子 他不是講台灣的台獨分子 他不是說台灣人 他不是講中華民國人 你看他整個意見書裡面 講的是全球的概念 所以即便是美國人 你支持台獨 你人不在中國 我一樣可以判你死刑 對 西安界也是一樣 除了上一次我們看到潛水艇之外 這次來講又看到這個驅逐艦 西安界 天文哥他是不是故意給人家看到的 都是讓大家看到的 就是要擺拍 因為你不擺拍的話 大家不知道說你解放軍有任何作為 如果你來了一下又走了 沒有人知道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我來了 我要告訴你說我來了 對台灣的文公與武嚇 是中國一直在做的 但是他有的時候鬆一點 有的時候緊一點 每一次放鬆 每一次收緊 背後都有原因 所以今天我們就好好來探討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要把死刑這麼可怕的兩個字 拿出來說 好 這個是中國說 要針對台股頑固分子 要判死刑喔 然後呢 嫌疑人不到案 我也可以判 你人在台灣 我也可以大陸法院判你死刑 你聽了就好可怕喔 我現在還活跳跳的 但是我被判了一個死刑欸 然後呢 還沒有追溯其的限制喔 為什麼突然間把死刑拿出來講 不只這樣 我們來看武嚇也來了喔 就在這個週末裡 你看到了有56架次的貢機 13艘的貢艦 都來到了台灣周遭 而且呢 有40幾架的一個中國的軍機 它是越過了海峽中線了喔 越來越頻繁 然後我們看到了不只在北部 在西南部甚至來東部都來了 好那為什麼文攻武嚇 現在又開始大舉的包圍台灣 我們就要問了 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問問廷輝哥 這個也是跟520的這個 賴總統的就職演說也是有關係的 都已經一個多月了 一個多月了 就是因為一個多月 他們無所作為 所以他們趕快出這些東西出來嘛 你來試試看一個時間喔 523 524 大家看到它的軍演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對不對 說聯合利劍2024A 然後現在B呢也還沒看到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份這個意見喔 你看中共它的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人大是立法 人民大會是立法 立法完之後 行政部門呢 基本上他們要出來 應該要類似我們有一些 像實施細則這個東西 那人大之前 2005年曾經立一個法 叫做反分裂國家法 對 然後後來來講的話 中共內部處理有關於什麼 什麼這個顛覆國家罪啦 或者是有關這個分裂國家的概念 它是放在它的刑法裡面 所以你看這份意見當中 有提到三個法 一個就是反分裂國家法 刑法還有刑事訴訟法 所以在這裡面當中 這個意見的概念就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的執法部門 就包含司法部門跟行政部門 他們為了要執行那三部法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規範出來 那這個規範照到底講 其實就在反分裂國家法 2005年的時候 就應該早就出來才對啊 怎麼會放到現在才出來 因為它就是台國頑固分子 那不就是反分裂國家法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2005年當時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你中國是不是要做什麼事情 不過他趕快找那個 那個連戰到到這個中國大陸去了 所以就個聯胡會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賴清德上台之後 那時候是因為阿扁上台 阿扁連任 他面子拉不住 他有一個反非內國家法 所以要有一個 後來又要壓反非內國家法 又有一個聯胡會出來 所以一緊一縮 一緊一縮 其實中共就是兩面手法 現在一樣意思 520之後他臉拉不下來 結果你看到這一份 這個意見來講的話 他的決定日期是在5月26號 所以到6月27號才公布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們已經放在裡面 放一個月了 那為什麼不在526公布呢 其實應該就是520之後 他們中共也就說 你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到底有什麼作為 你也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東西就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不過因為 這個拿出來之後 大家會笑他 怎麼笑他 為什麼 因為你跟香港國安法是一樣的 為什麼跟香港國安法一樣 因為他要管是全世界 管全球 他裡面講台獨分子 他不是講台灣的台獨分子 他不是說台灣人 他不是講中華民國人 你看他的整個意見書裡面 講的是全球的概念 所以即便你今天是美國人 你支持台獨 你人不在中國 我一樣可以判你死刑 對 沒錯 根據裡面其中有一條 比如說支持台灣加入 我們以主權為主的國際組織 或者是跟台灣發展什麼 外交官方外交關係 這些基本上都算台獨的概念 那如果哪天哪個 我們的邦交友邦國家的領袖 也會被他判死刑 沒錯 就是這個概念 那所以你看到美國的國會 通過台北法案對不對 那所有參議員 眾議員 不是全部都在 他的這個定義當中了嗎 全部都可能被罵子入罪嗎 所以其實他要管什麼 全天下你知道嗎 那這種法律基本上 有時候在執行的方面來講的話 就非常困難 你非常困難的情況下 大家會被人說你在開玩笑 是不是 所以他有點宣誓的意味在 他不是真的要把誰判死 是的 但是我們比較 害我幫四聰哥擔心了一下 當然 也要擔心 因為四聰哥去的地方 可能就是有他的秘密警察出現 就是海外警察工作站的這個概念 我們知道說曾經 他已經派到東南亞國家 或是派到歐美國家 有一些海外工作站 四聰哥常常去東南亞國家 很多被起底你知道嗎 那所以就陸續撤回來 我們比較不怕說 當地國配合中國 去逮捕我們這些 所謂的逮獨人士 比較害怕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他自己派人到海外去抓人 這種也是侵犯當地的這個主權 這個管轄權 所以我們要防範的這個概念 不過我們說真的 其實這一個步伐 他的通過 我認為就是他內部壓力非常大 所以他必須要把他外部化 一樣的意思 解放軍他會在這幾天 還是持續不斷的騷擾台灣 其實你看到到鵝蘭比 大概將近只有49海里 然後在基隆那方面來講的話 97 在台中那附近來講的話 是將近52海里處 基本上就是說如果他在越過來 大概可能會進到24 或是甚至到我們12的領空的範圍的時候 這些做法其實都是說 他的解放軍內部 還是有一些壓力存在 他必須要消化他的這些東西 一定要有一些動作 有一些作為 有一些動作 還有最近來講西安艦也是一樣 除了上次我們看到潛水艇之外 這次來講又看到這個驅除艦 天文哥他是不是故意給人家看到的 都是讓大家看到的 就是要擺拍 因為你不擺拍的話 大家不知道說你解放軍有任何作為 如果你來了一下又走了 沒有人知道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我來了 我要告訴你說我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那個意見來講 司法部門跟行政部門 你看公安 國安 還有什麼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 這些他們排排作為 開記者會 為什麼要開記者會 你要做事情 你就直接公布 然後直接做就好 你還開記者會 因為生怕全世界不知道他們有在做事情 所以這個意見來講 再加上他的目前的這個作為來講的話 也讓美國看到眼裡 所以最近來講 美國馬上派了兩位副助親到台灣來 不是嗎 接下來拜登也會出手 繼續對中國出手 為什麼呢 因為你俄羅斯只要有一天 沒有這個撤出烏克蘭 當你中國大陸永遠沒有一天 去放棄武力犯台的情況之下 美國永遠就會對你這兩個國家 來實施所謂的全面性的制裁 特別是高科技的制裁 我們知道說中國大陸他一定是萬船齊發 萬人齊發 人海戰術 所以我們要用的一定是無人機的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我們在建構 所謂的無人機來對應他 除了這個之外 美國也在對他進行所謂的科技上的封鎖 所以拜登來講的話 現在他們準備也要發布一個行政命令 特別是美國企業如果到中國大陸 你的投資當中 有涉及到美國的一些敏感性的科技來講的話 他美國會立法要求你撤資 如果你不撤資的話 可能會有形式上的責任 那這些來講的話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試圖用台獨的概念 把他的長臂管轄權升到國外去 美國也一樣把他的長臂管轄權也升到外面去 也希望他的企業能夠陸陸續續回到美國去 所以我們在比誰的手最長 也是啦 但是就代表說兩國大國之間的一個博弈 以及鬥爭持續不斷 那提文哥我要問一個非常實際的 因為我聽到了我的朋友 他在當軍人 然後在空軍 然後他就講說他們現在這個有點心聲想退伍了 因為他們就是不堪其擾 每一次共機來他們就要起飛去跟著他 去監控他 然後時不時來你就要起飛監控他 太累了 他們現在這個心裡頭的那種 你知道那個軍方你要愛國要有熱忱 那你把大家搞到那個兵品馬困的 這就是中共的計謀 他本來就是要把那裡兵荒馬亂 然後人家馬翻 他其實說真的不是只有軍人自己本身而已 我們的F16跟幻象2000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機械疲勞的問題出現 那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那天天來天天來 所以你看到拜登為什麼馬上再賣了兩批 我們零組件給台灣 因為你很多東西要趕快換新的更新的東西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本來來講的話 重點是他們為什麼要騷擾我們 他們如果不騷擾我們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這麼精疲力盡對不對 但是其實未來有可能更好的做法就是什麼 運用AI 運用所謂的無人機的方式去干擾它 如果干擾我們的話 我們可以採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應對它 不見得一定要是人機 升到天空去來做這件事情 好 如果這件事情變常態 真的這麼常來 我們可能要有另外一套方式來應對它 否則的話 現在大家真的是太辛苦了 對於這些空軍弟兄來講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